工作人員用盡全力維持秩序 大批民眾才稍微冷靜 乖乖整好隊 旅展場限量住宿餐券 悶了好久的報復性消費 千萬刷手在線 死得再死 這時工作人員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直擊民眾一買千張起跳 餐券從桌上綿延到地上 連兩天金華酒店出現多足百萬刷手 首日單筆消費最高四百萬 還有一組千萬刷手是公司行號 老爺酒店出現民眾狂掃聯合住宿券 百萬刷手讓首日開紅盤 較去年同期業績成長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防疫關係進場人數有比較少 但是其實目的性來購買的民眾是有增加的 所以我們去年希望今年的業績 是可以超過去年 銀彈集中砸在飯店 老爺首日業績兩千七百萬 第二名金華酒店近兩千萬 美孚飯店一千四百萬 韓社集團也擠進千萬俱樂部 我九點半來 住兩個晚上啊 然後這價錢應該算便宜 吃飯啊泡湯的啊 預算呢 真的沒有預算 如果覺得OK就買啊 國外出不去國旅親子遊 像是桃園牧場和台南動物園 旅展架七三折起跳 遊樂園也推吃住玩 三合一 夏沙三折起 跟線上的平台合作 推出了一個線上旅展的活動 對 然後推出了一個 四九折的門票約會方案 民眾被疫情悶壞 還有人拉行李箱血拼 驚人暴富性消費 各大飯店也樂得開心 三新聞李文山內安保台北報導